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前这个棺材里边躺着的就是真妃 随着牧师门关闭的那一刻 真妃永远地沉睡在了这里 一直过了23年以后 却有一帮盗墓贼打破了墓中的瓶颈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这位名叫恶士臣的男子正在一家饭馆帮忙 就在帮出的时候 意外地听见外面的客人在小声讨论真妃的事情 说出了皇帝的陵墓 就属真妃娘娘的墓葬中其人一把多 可正所谓书者无心 但是听到这些话的人 心里多少都在打着小九九的算盘 而恶士臣也不理吧 因为他的父亲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 所以他需要大量的钱来招兵买马 把这些可恶的土匪全都给嘎了 于是在他的心里已经产生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势必得到真妃墓葬中的宝贝 但是金兵他一己之力 想要打开真妃墓葬肯定是痴人说梦话 然后他就开始四处召集各路神通 找到第一个人就是自己的大哥 经过两人商量啊 大哥也感觉这个计划行得通 毕竟现在看守真妃墓葬的 就剩下一个老太监了 但是隔行如隔山 盗墓怎么说也是个技术活儿 这种专业的事情 还得找专业的人一起干 于是阿世辰就又找来了盗墓经验充足的理工 一共纠集了六个人 这六个人煞血为盟 发誓要在阴间取宝贝 阳间取义气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 这六位胆大的盗墓人就出发了 到了地方就把守墓的老太监给吓坏了 只能乖乖地把墓葬的门打开 进去以后 有经验的理工凭借着丈量法 很快就找到了墓室所在的位置 但是皇家墓室 那可不是普通的墓室 墓葬异常的坚硬 几个人拿洛阳铲 疯狂的铲 却丝毫没有动静 一行人一看 这不行啊 再这么拖下去 肯定被官兵发现 最后直接使用炸药 把墓葬炸开了 帮他们推开墓门的那一刻 一具絮红色的棺材 呈现在他们眼前 这个男人真是胆子大啊 只见他嘴里掉了一盏油灯 孤身一人就爬进了一口 棺材 与棺中的女尸 撞了个照面 这具女尸皮肤嫩滑 还富有弹性 紧闭着双眼 看着 像刚刚睡着一眼 这也把他吓得是浑身冷汗直冒了 就在刚刚 这群胆大的盗墓贼 直接使用炸药 炸开了墓室 一旁的静老五 迫不及待的准备往下跳 幸好一帮人把他拉住了 要不然早就命散黄泉了 还得是盗墓经验丰富的礼仪工 直接他用绳子拴住油灯放进墓室 看看这墓室中的氧气是否充足 如果直接冒人下去的话 有很大的可能会缺氧而死 此时 油灯里边的火苗 慢慢变得微弱起来 这下众人心里感觉不妙 谁知道 只是片刻 重新燃了起来 此时 他们的心情就如同坐过山车一般 确定墓葬中安全以后 胆大的李光顺着 事先准备好的绳索 独身一人就下到了墓葬之中 下界之后 没走两步就看到了一扇硕大的墓门 当他手持油灯走进墓门时 心里也有点害怕了 只见墓门上面雕刻的墓门兽 太过逼真 好似一双眼睛 紧紧盯着他一样 一直过了很久 李光才镇定下来 很快 李光就准备使用 自己的看家本领 将墓葬门后面的自来石撬开 自来石是古代墓葬中 最常见的一种防盗装置 它反方向的 卡在墓室门口的凹槽中 如果没有技巧的话 还真就打不开它 而对于李光来说 只用一个铁棍就能解决 墓葬的大门打开以后 李光手里拿着油灯 向里边看了一眼 而下一秒 墓门上就有一块巨石掉了下来 我的妈呀 这要是真砸在了身上 直接就成肉酱了 李光一看没有了危险 这才敢壮着胆子走进墓室 首先 呈现在他眼前的 是一具血红的棺材 尽管被这一场景吓得吞了一口唾沫 但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他还是举起了斧头 向棺材砍了过去 经过李光的疯狂挥砍 棺材终于被砍出了一个大洞 里边的景象也被他一览无余 李光将盖在上面的丝织品 慢慢解开以后 棺材中的金银珠宝 差点晃瞎他的眼睛 而棺材中躺着的女子就是真妃 她是光绪皇帝最宠爱的妃子 当时真妃非常支持光绪皇帝的变法违心 要废掉当时慈禧太后的那套老派的救法 但是却因此得罪了慈禧老太后 就在八国联军清华的时候 慈禧就找机会命人将真妃投井溺死了 而当时的真妃年仅24岁 据说真妃被投井后阴魂不散 每天都会出现在慈禧的梦里索命之后 慈禧为了平息真妃的怨念 这才把警仲的真妃打捞出来后葬 而这后葬的陵墓就是举世闻名的 清溪陵 光绪皇帝更是把自己心爱的女人真妃 生前所有喜欢的东西 全部陪葬在她的墓葬之中 看着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 李一光终于斗胆伸出了自己颤颤巍巍的双手 动作十分谨慎 生怕把沉睡的真妃吵醒 将真妃身边的凤冠和宝盒全部都装进包里之后 李一光又将目光看向了真妃手上 闪闪发亮的玉手竹 还有翡翠戒指她一个都不放过 然而李一光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让人吓得腿软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彩色盗墓片 里面全都是尸变 裸露 闹鬼等镜头 更加让人可怕的是 这部电影还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 只见这个胆大的男人用一根黄铃 从真妃的脖颈下穿过打了个死结 最后还将黄铃套上自己的脖子 然后缓缓抬头 一个大活人和一具死了二十多年的尸体面对面 距离仅有十公分左右 女士的面容栩栩如生 仿佛动作大了 下一秒就会睁开眼睛 此时黎一光心里也是十分慌张 但还是硬着头皮壮着胆子 把真妃脖子上戴的项链全都取了下来 紧接着 黎一光居然将自己邪恶的双手伸向了真妃的脸颊 原来啊 他是为了真妃口中的一鸣珠 将这些全部放进包里以后 黎一光看着眼前的珠宝 又动了歪心思 如果将这些宝贝全都拿上去的话 还得给上面的五个人分 而这些全都是自己在这里久死一生拿出去的 给他们 岂不是亏大方了 这时他将袋子里边的珠宝啊 又全都拿了出来 偷偷的藏在了真妃的衣服下面 黎一光拿出凤罐一看 这不错 不能便宜了他们五个人 也藏了去了 这个金匣子肯定也价值不菲 把这个也藏起了 好家伙 这东藏一件西藏一件 宝贝直接被藏了一大半 最后黎一光就拿着剩下的宝贝 从墓中爬了出来 这些人看到宝贝以后啊 所有人心里都乐开了花 哪还能想起其他的事情啊 太厉害了 这下子妈爬了 他们还没来得及庆典 陵园里就有人冲了进来 六个人看到 赶紧拿着宝贝从后门溜了 回到家中以后 几个人就开始商量 怎么分赃 此时每个人都目不转睛的盯着这些珠宝 这其中随便拿出来一件 就足够他们这辈子花的了 关大哥数了数珠宝 这次一共拿出来61件 刚开始分赃的时候还挺和谐 可是分到最后 剩下了一个大金饼 单独给谁都不怎么合适 因为这件宝贝 这六个煞下为盲的人 差点打了起来 全部都忘了当时立下的誓言 好在众人都想了一个好办法 把这枚金饼啊 劈成六块 分给每一个人 这件事情才算过去 到了第二天深夜以后 李光一个人独身回了墓葬 准备将他事先藏好的宝贝给拿出来 但是刚准备拿的时候 可不得了了 珍飞昨天还鲜嫩无比的面容 今天已经开始慢慢浮了 李光一看不妙 拿着宝贝 赶紧扒腿就跑 谁知道 后面的珍飞突然坐了起来 李光吓得扑通就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由于视频有点长 我们下期接着浪